好车水马龙一辆休旅车左转 但忽略了右侧也是绿灯 遭一辆货车拦腰撞上 休旅车瞬间侧翻 开车的是20岁许姓女子 她和车上三个同学受困车内 热心民众协助打开了后车厢门 让车内四人从后方脱困 而跟他们发生车祸的是一辆载弹货车 博游路上一大片黄黄的液体不是油渍 都是破掉流出来的蛋白跟蛋黄 意外发生在15号中午11点多 在台中市崇德路一段跟太原路三段路口 休旅车从北区太原路绿灯左转崇德路 而在崇德路上没有划设停止线 所以休旅车驾驶并没有闯红灯 但它是转弯车得先离让执行车通行 双方驾驶没有喝酒 但是两车驾驶都有受伤 送往医院治疗 至于车祸罩泽还要后续调查 由于这个路段属于易兆市路口 今年1月到7月7号为止 就发生了37件的交通事故 台湾市警二分局说 也请市政府交通局研议改善 避免太原路转弯车与执行车又发生碰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